那我們的核心意象就是要恢復家庭 作為信仰傳承平台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其實我們去看舊約或者是新約其實都是一樣 你會發現在當中我們看到很多非常顯著的一些的家庭 他們其實家庭就是一個信仰的中心 譬如說亞伯拉罕的一家譬如說農養的一家 那家庭本來就是信仰的一個中心 那我們說其實信仰的實踐坦白的說信仰的實踐 並不是說我們在這個教會當中 我們在教會當中主日崇拜 我們大概最多兩個小時 兩個小時之後你就推開教會的門 然後你就會走到兩個不同的地方 一個地方是職場你工作的地方 一個地方是家庭你生活的地方 職場跟家庭不太一樣 職場是一個非常任務導向的地方 因為職場有一個每一個公司都有一個很具體的目標要完成 所以職場是一個比較彰顯神的公益跟公平的地方 所以比如說你今天不管你是賣產品還是提供服務 那麼你的產品跟你的服務一定要是跟你的人家所花的錢購買的一定要相當 你甚至要讓他覺得物超所值 對不對 那我們的員工之間我們的聲簽我們的考核等等的一定要公平 所以在職場當中比較多的是公平跟公益 那家庭完全不同 家庭不是一個講禮的地方 家庭是一個講愛的地方 我們今天的我們的協會是聚焦於家庭 所以我們不會去談職場這一塊 那我們說信仰的實踐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在家庭 因為第一個家庭沒有辦法逃避 所有的人都是從家庭裡面生長出來的 沒有人是從石頭裡面蹦出來的 家庭沒有辦法偽裝 所有的人我們在教會裡面只有兩個小時 其實要表現的親親愛愛 坦白說不是太困難了 但是你要是回去之後 在家裡面你還能夠活出神的樣式 你就真的是那個信仰就是非常真實的 所以我們如果要知道一個人的信仰的真正的程度 不是在教會裡看他的表現 而是去問他的配偶 那這個就會非常的準 其實中國的那個我們常常講說 我們的三代是姚順宇 姚傳偉給順 姚傳偉給順 他又不是他兒子 他怎麼知道順到底是一個好人 還是一個不好的人呢 他很簡單 他就把他的兩個女兒兒皇跟女兒嫁給了順 然後呢近距離的觀察他 兩年之後他才做下一個決定 好這就可以知道 中國古人就曉得 人在他的家人面前 他呈現的是最真實的 還有信仰的傳承也是在家庭裡面 生命紀的六章六到七節裡面說 我今人所吩咐你的話都要記在心上 那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 也要殷勤教訓你的兒女的主持是什麼 沒有寫對不對 但是大家都很清楚 這個主持就是父母 我剛剛講的好像是抽象的道理 其實有一個非常好的例證 就是以色列 現在正好是在書展 今年的書展 剛好就是以色列的文物展 所以我非常的 我覺得說我非常的建議大家 有時間真的去看一看 特別是以色列 因為我最近一直在研究以色列 我覺得以色列真是 上帝設立在人間的一個 我說是一個耀眼的燈塔 因為以色列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因為以色列亡國2534年 2534年當中 他們是被拋在天下萬國當中 1948年5月15號 當以色列復國的時候 以色列是從七十幾個國家裡面 把人召回來 七十幾個國家裡面 不是講同一個語言 西伯來文只能用來念聖經 當時的西伯來文 是不能夠用來做communication的 不能夠交通的 所以有很多人 他們一下了船之後 立刻手上別人就給他一把槍 為什麼? 因為阿拉伯人已經打過來了 所以他們必須要立刻起而奮戰 很多人根本聽不懂 那個指揮官在講什麼 因為有人講德文的 有人講異地序語 有人講西班牙文 根本就是聽不懂的 所以很多人就這樣在戰場上陣亡 可是你想想看 這個2534年很長的時間 這個時間他們沒有了自己的政府 沒有了自己的領土 他們在別的國家寄生 竟然能夠在2534年之後 重新復國 是什麼東西 是什麼力量 讓他們可以傳承這個信仰 其實它很非常的簡單 他們沒有別的了 他們只剩下家庭 所以台灣有一部電影 因為我在大陸講的時候 很少人看過 就是屋頂上的提琴手 Feed it on the roof 這部片子我看過三次 每一次都會流眼淚 真的你看他這個民族 這麼樣的堅韌 他們怎麼樣在家中守安息日 怎麼樣子一代一代的 把信仰傳承下來 所以我說以色列 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非常好的一個例子 非常的完美 那為什麼說要恢復 因為今天信仰的重心 從家庭移到了教會 這不是故意的 因為每一個的家庭的水平都不一樣 每一個的家庭 他的有的家庭可能是 只有一個人信主 丈夫或妻子 有的家庭可能信主的年人都不長 所以你說要他們都能夠進到 怎麼樣的這個 做怎麼樣的訓練 這是很困難的 所以很自然而然 我們就會把裝備訓練的能力 全部集中在教會 可是呢 有兩個問題 是一定我們得面對的 第一個問題 就是人在教會的時間短 在家庭的時間長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更核心 教會不是生活的場所 家庭才是生活的場所 可是我們的信仰 是要在生活裡面扎根才有意義 信仰不是我們在教會這世面牆裡面 大家講講論論 那個不是信仰 我們除了聽道之外 我們還要行道 真正的信仰是 我們走出去之後 我們在家人的身上 我們在同事的身上 這個活出來 這才是信仰 所以我們說 改變的方向是什麼呢 第一個 提升家長的意識 要讓每一個家長都知道說 這不是牧師傳道人的責任 是我的責任 然後第二個 才是對教會說的 就是說 我們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那個裝備訓練的方向 裝備訓練當然很重要 教會 教會 能然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場域 但是呢 我們的模式 可能可以稍微做一點點調整 也就是我們可以比較著重 多一點在 怎麼樣子 讓 enable 一個一個的家庭 讓每一個的家庭 能夠來做 他的信仰的傳承 跟信仰的這樣的一個教育 好 那我們說 今天我們越來越靠近末世 末世的征戰 今天末世有三大現象 第一個家庭解體 第二個關係混亂 第三個人際處理 家庭解體 這個一聽大家都知道 所有的 所有的 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有這個現象 就是 離婚率越來越高 結婚率越來越低 家庭真的是 就是我們說分崩離奇 那什麼是關係混亂呢 因為我本身也是基督教論壇報的主筆 我最近在論壇報上寫了一篇文章 是關於同性戀的問題 你可以知道 在阿根廷七月的時候 他們的總統簽了一個法案 那個法案 是叫做性別宣告法案 性別宣告法案 就是說 你說你是男的 在戶籍登記的時候 你說你是男的 你就是男的 你說你是女的 就是女的 所以不用心理學家 你就自己講了算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 這個法案是55比0通過的 什麼意思 沒有人敢說no 這就是現在很大的一個現象 關係混亂到了一個極度的地步 我在這邊的時候 我要特別的說 我們常常會把同情弱者 跟這個混為一談 但是你要知道 今天的同志議題 絕對不是這麼簡單 他們為什麼用彩虹期 彩虹有七個顏色 他們說 兩性關係 這個是落伍了 現在 這個 這個關係可以是男男女女 這個 所以有 類似病 他是叫LBG 我記不起來 很長的一段次 裡面包含變性 包含什麼 好 這個議題很大 我不想談 但是 總而言之 你就看到 這個世界的關係 越來越混亂 越來越複雜 不管是性解放 不管是同志運動 等等的 好 最後一個 人際梳理 這個問題其實更可怕 那個 有一個 台灣很有名的 認知科學的教授 彭蘭 彭蘭講的一個故事 我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過 彭蘭的同事 有一天 他的女兒 要請他的朋友 同學來家裡面 開睡衣派對 就是女生很喜歡 大家幾個女孩子 就一起晚上 聊天 聊個通宵 聊個痛快 然後 那個同事就說 沒有關係 你要邀 找同學來 可以 但是呢 只要你們安靜 不要吵到別人 他說 好 沒問題 到了那天晚上的時候 奇怪 到了十二點的時候 怎麼這麼安靜 他就跑上去 偷偷的想看一看 這幾個女孩子 怎麼跟我們以前 時代不一樣 結果呢 進去的時候 就從鑰匙房裡面 看到了五個女孩子 穿著睡衣 躺在床上 一句話都沒有講 欸 那他們在幹什麼 每一個人手上 拿著一個手機 在打簡訊 然後打給他們遠方的人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你一定聽過一個名詞 叫做低頭竹 對不對 好 這邊有一張非常搞笑的照片 給你看 這是全家都是低頭竹 從寶寶開始 從寶寶開始 那 好 這個 我們的時代 是一個 這張照片是搞笑的 可是嚴肅的議題 是什麼呢 是 我們這個時代 是一個網路的時代 我們號稱是 connected 所有的人都連在一起 我們號稱是 anytime anywhere 什麼時候你都可以跟別人連 這個連通 但是問題是 你可以跟越來越多的人 保持淺淺的關係 但是呢 你卻沒有辦法跟你對面的人 建立一個深層的關係 這就是最大的問題 所以親密關係 其實在今天這個時代 是越來越是一個奢侈 這就是 人際梳理 這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其實 提問他的後書 老長就說過了 他說 末世必有危險的日子來到 什麼現象 我這邊用紅字標出來 人是專顧自己 違背父母 萬恩敷義 無親情不解怨 這些種種 你今天我們都看到了 好 那其實 這是撒旦的策略 因為 撒旦 他有一個名字 這個名字 他就是一個 破壞者 他是一個關係的破壞者 他在 他所做的第一件事情 在伊甸園裡面 人跟神是沒有距離的 人跟神可以像朋友一樣的對話 然後呢 他就讓人跟神之間 產生了一個猜忌 讓人覺得說 這個上帝是不是留了什麼好東西 沒有給他 所以就想想 吃那個分別上出的果子 想說 吃了以後 我的眼睛就明亮了 就如神能知道善惡 好 所以他其實來做的事情 就是一個關係的破壞 然後呢 他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當然 離開伊甸園之後 第一個兄弟之間的凶殺愛就發生了 然後你就看到這個世界 不斷的 所以 這是撒旦 繼承他一貫的一個策略 他要不斷的破壞關係 他要破壞合一 所以這就是撒旦一個非常高明的策略 他破壞家庭 是一個非常有效的一個策略 因為一個家庭毀壞之後 從那個家庭長出來的孩子 又有很高的機會 又會產生一個破壞的家庭 我又一次在台南演講 那有一個人就上來告訴我說 他說你今天講的 完全就是我們的狀況 他說我是離婚第三代 我聽不懂什麼叫離婚第三代 原來是他的爺爺離婚 他的爸爸離婚 他自己也離婚 所以真的 他本來不是一個遺傳病 可是呢 代代相傳 變成了一個世代的咒詛 好 那我們說 既然我們在末世的征戰 那我們在末世的時候 就需要有一個預備 在舊約最後一卷書的最後兩節裡面 馬拉基書的五節 四章的五到六節 這裡面就提到了說 他說 那個耶和華大可惟的日子來到以前 他要拆遣先知以利亞 到你們那裡去 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算完這個之後 上帝就沉默了幾百年 直到新約 直到那個施洗約翰再來的時候 他是主耶穌的先鋒 好 那時候 在聖經上就說 他就應驗了這裡面所說的先知以利亞 但是我們不要忘掉 主耶穌還要來第二次 當主耶穌來第二次的時候 同樣的事情 當末世的腳步越來越近的時候 我們看到能來是這個 我們能來要預備的就是 讓父親的心轉向兒女 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兒女的心轉向父親 如果說這是一個屬靈爭戰的話 那麼我們所處的戰區 就是華人的戰區 在華人的戰區裡面 我們最顯著的對手是誰 我想大家很清楚 就是在提摩太前書裡面 以前就講過了耶 這裡面提到 我們不細念 我們提到說 他說末後的時候 後來的時候 會有一個鬼魔的道理 這鬼魔的道理的特徵是什麼 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 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 所以我想 這個不就是佛教的特徵嗎 那其實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如果說 我們要跟佛教 有一個區隔 如果我們要與佛教 有一個所謂的 這個屬靈的爭戰的話 那麼什麼是我們最棒的武器 其實 最棒的武器 就是家庭 為什麼 因為對佛教而言 你要去修行 你要去當和尚當禮物 叫做出家 因為家是所有關係的 最基礎的所在 你知道我們好多的關係 都是因為有家以後才有的 所以我們知道 家是一個非常核心的一個問題 那一個 我這個地方 稍微的給大家有一個印象 有沒有人認識他 這位 有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知道 好 他的名字叫李淑筒 這樣知道了嗎 如果說你還不知道的話 那麼這邊是一首歌 你一定聽過 長亭為古道邊 芳草比連天 這個就是李樹彤的歌 李樹彤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人 他曾經在日本的上夜美術學校 去念過書 那 因為念美術的人需要畫裸體畫 所以呢 他就找了一個日本的女學生 叫做學子 當他的模特 後來他就取了學子 那 事實上 他其實就像胡思啊 他們那一輩 他們其實在 家裡面的時候 家裡早就為他預備了一房妻子 所以 學子其實是他的第二個妻子 所以 但是等到他十一年 他回到那個中國 十一年以後 他卻跑到了杭州的胡跑市 去出家 那他的訪號就叫做弘一大師 弘一大師大家應該有聽過 那中國大陸 就 把這一段 拍成了 那個 連續劇 好在最後一幕的時候 有一個非常浪漫的一幕 就是在 有那個西湖 西湖之上 有著那個清晨的博物 然後兩艘船 一艘上面 坐的是弘一 一個上面坐的就是 站的是學子 然後學子就問弘一一個問題 他說 請告訴我什麼是愛 然後弘一的答案是 愛 就是慈悲 請問一下 你們覺得這個答案 你們滿意嗎 你們覺得很奇怪對不對 其實這個還不是真 還不是那個 真實的真相 事實上 那一個 那一個 最後他們的時候是這樣 學子 跑到了胡跑市的門口 哭了一整天 想要見弘一 一面 但是弘一 就不肯出來 所以 他在門口 哭了一整天 然後就帶著一個破碎的心 回去了 那 你們為什麼不滿意呢 因為 我想 你如果是愛的話 為什麼 你連最親近的人 好 你都忍心 讓他這樣子 心裡破碎 對不對 你沒有辦法理解 為什麼 這樣子 那個 這個是 我們的主耶穌 聖經上 王馬書五章八節說 唯有基督 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 就在此向我們顯靈了 這是愛 這是神的愛 神的愛 是 是一種承擔 他知道 我們沒有辦法承擔 那樣的罪的刑罰 那 所以他 親自來到地上 擔當我們一切的罪 所以神給我們最好的武器 其實就是愛 那我們 成家 在我們的 在基督教的信仰當中 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婚姻 絕對不是一件普通的事情 因為 其實你注意看聖經 聖經裡面 在伊甸園裡面 所做的 所設立的東西 一定是上帝設立的 伊甸園 出了伊甸園之後 人墮落之後 那就不一定了 所以這時候有很多人的作為 人去商業 音樂 什麼東西 很多是人的作為 可是你要注意 婚姻是在哪裡設立的 第一個婚禮在哪裡舉行 是在伊甸園裡面舉行的 所以 所以 在我們的信仰當中 主耶穌來到地上 行的第一個神蹟 是在家囊的婚宴 對不對 主耶穌再來的時候 叫做羔羊的婚曲 對不對 我們跟神的關係 是被形容成 新婦與新郎的關係 婚姻絕對非同小可 這跟佛教完全不一樣 佛教對生命的看法是負面的 他認為生命全是一群幻象 那當然 所有的愛的關係呢 自然而然 他全部都應該掃到灰燼裡面去 那我們是完全不同的 家庭 在這個創世紀二章十八節的時候 上帝就說 那人獨具不好 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 神的創造在六天的當中 每創造一個神就說 神看著是好的 於是就赤福給那一天 對不對 赤福給那些他所創造的 所有的那些的生命 只有這一天的時候 不是說那個人不好 是那個人的狀態 如果是獨具就不好 所以我們知道 原來我們要組成家庭 是神的命定 所以不想進入婚姻 這是違背神的命定的喔 那為什麼獨具不好 聖經裡面你翻片了 大概也翻不到 因為聖經沒有說 上帝說是就是了嘛 還需要理由嗎 但是我們如果翻完了整本聖經 我們對整本聖經 有一個完全一貫的理解 我們就知道 因為神就是愛 神就是愛講了好多次耶 神就是愛 那愛要怎麼完全 一個人需不需要愛 那個愛很少啦 對不對 但是兩個人以上你才需要愛 兩個人以上真不簡單 你知道我們的舌頭 我們的牙齒會咬到舌頭 但是我們牙齒不會咬到耳朵的嘛 兩個人必須要很親近 才會出問題 所以大家要一起 經營一個生活 建構一個家庭 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就是因為這樣 所以要透過這樣的一個過程當中 讓我們的愛能夠完全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夫妻的關係 在這樣的一個親子的關係 在一個家庭當中的時候 我們才真正知道我們的愛 何等的不夠 我們身上 怎麼搞得有這麼多的按鈕 我們的孩子特別的知道 哪個地方一按 你就會蹦跳起來 我們的先生 或者是我們的太太 就知道說 啊 怎麼搞得他一按 就可以按到你那個情緒按鈕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家庭的生活當中 我們要去成家之後 我們才能夠學習 我們才能夠慢慢的來認識神的愛 所以說 當我們的弟兄要去結婚的時候 我們特別會喜歡送他什麼經文 丈夫愛妻子 要向基督愛教會 為教會捨己 所以你看我們的弟兄 是要去結婚耶 歡歡喜喜的 結果我們非常的殺風景 跟他說 你要像基督愛教會一樣 要能夠捨己 真的 在婚姻裡面 這是不容易的 在基督裡 我們要在學習 在基督裡去建造一個家庭 所以家庭其實是我們一個 爭戰非常重要的一個力氣 那我們說家庭 其實在神的心意中 有很重要的地位 我們剛剛稍微提到了一點 我們再把其他重要的經文 很快的帶大家看一下 家庭也是一個得救的單位 在這個 逾越節的時候 當他們要出埃及的時候 必須要 那個 取逾越節的羊羔 這是一家一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是以家為單位的 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這個意思不是說 一個人得到 拘選升天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說 當你信主耶穌的時候 神其實已經 把那樣的一個福分給了你 但是你還是要腳掌所差之地 才會歸你為業 所以我們自己 還是需要去努力 有人可能傳了二十年三十年 最後他的親人 終於信主了 可是這個 就是說你必須要去 得你神所應許給你的 這是一個應許 當信主耶穌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這是一個應許 但是呢 跟所有的應許一樣 這個所有的應許 你都要出代價的 家也是一個服飾的方向 至於我和我的家 畢竟是風烟花 那家是一個建造的方向 李姓米記裡面 常常有這樣的句子 其次是某某某的兒子 某某某對著自己的家建造 請問一下他在建什麼 李姓米在建什麼 在建城牆對不對 他是要建一個城牆 那跟自己的家有什麼關係 當每一個人對著自己的家 把自己家前面那一段 連好建好的時候 整個一段一段的城牆連起來 就是一個沒有破口的 一個保護 所以如果說每一個家庭都是強壯的 這個教會一定是強壯的 所以我們現在回到 那家庭方舟這個事工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使命就抓住了兩個很大的核心 一個是方舟 一個是家庭 方舟是一個救贖的記號 方舟剛好上面 不多不少就是一個家庭 挪養的全家 這不是神的本意 神並沒有說這個家庭 就是只能讓挪養上去 而是其他都不聽話 所以只有這個家庭上去了 這個方舟之上是兩性配對的 所以可以翻衍生命 所以我們就知道 今天所謂的同性婚姻 這些東西 在生物上就已經是很可笑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大家明明都知道 可是偏偏去想一些古怪的理由 然後方舟也是保護生命 跟延續生命的 那家庭也是一樣 家庭是父母跟子女組成的 家庭裡面也是兩性配對的 所以他一樣他保護生命 所以能夠延續生命 但是就不只是這樣 而是肉體的跟靈性的生命 我們剛剛提到馬拉基數 馬拉基數裡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信息 神有靈力可以造多人 但是他只造一人 為什麼 因為他要得虔誠的後裔 他希望他要得虔誠的後裔 所以上帝 上帝其實可以mess production 他可以大量製造 可是他不要 而且那個亞當跟夏娃 上帝沒有說 欸這個亞當 你覺得一個好還是兩個好 如果上帝覺得好的話 那他可以春蛙下蛙秋蛙東蛙通通演 何必這麼麻煩 那只能有一個夏蛙 那所以我們就知道 這個是神所配合的 所以我們要清清楚 清清楚楚的了解 所不同的是 農牙的使命是拯救全世界 我們的使命很簡單 就讓我們全家得救就好了 所以家庭方舟 他的使命 我用這一頁 就可以把他講完 這一頁 他的一句話 就是把家庭打造成方舟 每一個家都是一個方舟 他對內 他是一個靈命成長的平台 什麼叫對內 就是針對基督徒的家庭 什麼叫對外 就是對非基督徒的家庭 對基督徒的家庭 他是一個靈命成長的平台 包含父母自己的靈命成長 包含孩子的屬靈教育 這很容易理解 什麼是對外 為什麼要有對外 因為我們都不要忘記 主耶穌在生天的時候 告訴我們說 你們要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 所以我們有一個大使命 就是要使萬民去做主的門徒 那怎麼樣傳遞福音呢 其實家庭會是一個福音傳遞 非常好的平台 為什麼 很簡單 因為家庭的基因很不容易 家庭 我們說 家庭裡面的那些種種的問題 其實照理說應該要考照才能結婚 考照才能生小孩 那我們講說這個 我們說傳福音的時候 我們需要跟別人有所謂的共同的語言 但是你知道人跟人之間 個性不一樣 學識不一樣 興趣不一樣 很多種種的不同 你要找到相同很難 你要絞盡腦子去想 我好像認識你的誰啊誰啊誰的 落了半天 可是家庭跟家庭的相識性非常之高 所有的家庭看來都是這些問題 夫妻相處 親子關係 品格教育 就是這一類的問題 不會說 因為你們這個家庭 是兩個博士PhD組成的 那兩個是菜市場賣菜的 所以你們這個家沒問題 你們這個家才會有問題 哪有這種事 兩個博士的家庭 因為子彈很充足 大家都學一副舞車 炒幾架來的時候 這個子彈用不完呢 那中文炒完了 用英文再炒一遍 所以不會因為 所以你就知道 家庭攤開來都是那些問題 不管你的 不管你的什麼學士興趣 奇怪沒有差的 真的是沒有差的 好 所以家庭裡面 家庭為什麼是一個傳福音的最好的評價 我們剛剛有講過 因為家庭跟每個人都有關係 還有就是家庭的經營是很不容易的 因為不容易 所以你可以提供別人協助 這就是最大的 key point 所以說 我們說 如果每一個基督徒的家庭 都是基督化的 那是何等的見證 每一個基督徒的家庭 如果都是溫馨的 這是道就是活道的 你想想看 主耶穌要離世的時候說 你們若彼此相愛 別人就認出你們是跟過我的 好 所以當我們到了外面去的時候 我們不能說 我就綁了一個白布條上面寫愛 我也不能穿一個背心 上面就寫愛啊什麼等等的 因為寫的這個也沒有用 因為愛是一種彼此之間關係的一種表現 可是一個家庭站出去 我們常常講 說兩個夫妻一站出來的時候 我光從你們的 physical distance 你們物理的距離 我就知道你們的心理距離 對不對 你們有聽過這樣嗎 事實上是真的這樣子 所以一個家庭 別人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來 你們這個家庭是何等的不同 你們的彼此相愛等等的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有很多的機會 很輕鬆的 很容易的 不是很輕鬆 比較容易的 去把福音介紹給別人 好 那我還要在下面講 發火論的時候 我會再重複這一段 好 所以 我有一個圖像 跟大家分享 真聞水庫的照片 這是台灣最大的水庫 水庫的目的是為了裝水 對不對 可是水庫 水並不是為了要留在水庫裡面 水的目的是要留到 加南平原 去灌溉加南平原上面的農作物 好 那水要怎麼流過去 所以定期的時候要洩洪 好 當這些洩洪之後 是不是就完了 沒有 你必須要有一些的渠道 就是所謂的灌溉渠道 好 這些渠道就流到各個地方 好 那如果拿來做比喻 水庫 就好像教會 好 上帝的恩典 是有一個集體性的恩典 當然他會降在教會的當中 說有五重之事 所以上帝把恩典降在教會裡 可是恩典並不是為了要留在教會裡的 恩典是為了要去得魏德之地的 那恩典怎麼樣留到那些魏德之地呢 恩典就是透過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 在他的社區裡面 在他的周邊的鄰居當中 他去產生影響力 好 所以這就是這樣的一個圖畫 那我再給大家看另外一個圖畫 因為我本人的專業 我是搞communication 通訊的 那大家還記不記得 你現在用ADS 在若干年前的時候 你用的東西叫做Modern 然後你用過的最高的速度的Modern 叫56kModern 你還記得嗎 上帝讓我有一個很幸運的紀律 所以我是通訊界的老兵 我從通訊的第一站打到通訊的最後一站 那個 我就是從窄屏 叫一直做到寬屏 那有投資人就問我說 欸 你們那時候一直跟我們講說 這個我們的通訊 那個電話線 最多只能傳到56kModern 你說你們已經把吃奶的力氣都用掉了 再也沒有力氣了 可是為什麼沒有到一兩年 你們又沒有拉光纖 你怎麼現在又告訴我們說 我現在又可以傳幾Meg 你們到底在搞什麼 我說很簡單 我用這個圖就可以解釋給大家聽 大家看到圖的時候不要害怕 我一定用最簡單的辦法讓你了解 你看到這條黑色的線 這條它的水平軸是頻率 frequency 頻率 重軸叫做衰減 我們的信號在金屬線上走的時候 它大小會越來越小 這個叫做衰減 那衰減會隨頻率有關 頻率越低的 頻率越低的衰減越小 頻率越高的衰減會越大 那就是這條黑色的線 可是 當一百年前 貝爾發明電話的時候 那電話是用來給人講話的 對不對 那時候沒有機器會講話 老是用電 是給人講話的 那人的聲音裡面 所有的信號 不會超過4000Hz 4000Hz上 頻率很低的 所以 當時的電信局 通通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加了一個電感 叫loading coil 這個電感加上去之後 它就變成咖啡色這條線 這條線你可以注意到 在4000Hz以內 它的衰減是不是比較小 褐色的比黑色的小 換句話說 它在這邊 信號比較不會變小 然後 可是一過4000 是不是立刻變大 衰減變大 那沒有關係 因為你的聲音裡面 不太有4000以上的信號 所以 如果說我們今天 我剛剛聽你們在談吉他 你們這個很會談吉他的 有一天你對著你的 遠方的女朋友 用電話線去 彈吉他給他聽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怎麼搞的 好像沒有那麼好聽 原因就在這裡 因為我們的音樂是 到20kHz 到2萬Hz 所以 4000Hz以上這條線 通通把你浴光了 因此聽起來 就沒有那麼好聽了 好 那為什麼 所以 所以 我們 這就 這就告訴我們 我們以前的通訊工程師 剛剛開始 電腦開始 學講話的時候 我們就要幫 兩個電腦 來通訊 那我們 就心裡想到說 我們只有 4000Hz能夠用 我們就拼命的擠 拼命的擠 在這個4000Hz裡面 用了所有複雜的技術 那個技術真的非常複雜 我絕對不騙你 那個要看幾十篇的paper 那 到了56k 真的是極限 真的是大家吃奶了 一起都用光了 後來為什麼 這件事情 解決掉了呢 因為有個Stanford的教授 他就說 電腦又不是人 你幹嘛一定要他用 4000Hz以內的信號 我們就 叫那個定應局 把那個所有的 那個電感 全部拿掉 拿掉以後就恢復到黑色 可是恢復到黑色 沒有解決問題 為什麼 因為高頻的衰減 還是比較大 可是呢 沒有關係 在這個時候 我們叫做 Single Carrier 單載坡 等到他變成寬頻以後 我們就說 我們做一個多載坡 也就是載坡很多 可是呢 你就想 有的頻率低 有的頻率高 低頻 他說沒有關係 因為低頻 頻率低 你衰減小 你就多裝一點 多承載幾個位元 高頻 你能夠承載的 就比較少 你就少載幾個 就像這個圖一樣 因地之宜 頻率高的 你就少一點 對不對 比較低 頻率低的 你就多一點 就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做到了24個Mb 差不多是500倍 差不多500倍 當然 絕對不是這麼簡單 說一個觀念 一個觀念 是所有問題的 解決的契機 這個之後 還寫了上百篇的paper 才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好 那為什麼要講這個 如果說 我們所有的信仰活動 集中在教會 只在星期天 我們跟以前的通訊工程 是很像 我們所有的 就努力的 去擠那個展坪 就像說 我主治學好了 我很努力的研究 很努力的研究 我怎麼教 也只有兩個小時 對不對 那我所能夠達到的 是不是就是很有限 所以呢 我們思考 換一個思考 我們的不僅限於教會 而是廣大的家庭 在家庭當中 我們都可以做信仰的事情 而我們不僅在禮拜天 我們是每時每刻 我們都可以與神親近 這個時候 當然你會想說 有的家庭比較厲害 有的才幹 有的人是零五千他能得的 有人是指令五他能得的 沒有關係 五千他能得的人 做五千他能得的事情 五他能得的 做五他能得的事情 只要你不要把銀子買起來 好 所以每個人都在做 不同的事情的時候 那這事情 關是不是就不一樣了 還有一個點 人跟電話線不一樣 電話線拉下去之後 他的特性就不會改變 只會變差 不會變好 這個變差叫老化 那人就不同了 為什麼呢 因為 因為主耶穌說 凡有的還要嫁給他 所以你令五他能得 沒關係 你拿去做生意 五他能得就賺了五他能得 你是不是變成十他能得 好十他能得 你再做生意 你變成二十他能得 只要你願意開始 去認真的追求神 你願意開始 在每時每刻的時候 你就真的拿 就是以神為樂 如果我們在生命紀六章六到七節 裡面所看到的那樣子 你無論坐下起來 你都談論 好 神一定會帶著轉化到你 你會開始改變 好 當你這樣的時候 整個的教會的景觀 就會完全的 會不一樣 所以神的話語 真的是帶著巨大的能力 所以這就是 我們家庭幫助的 整個的核心的理念 就在這個地方 好 那 我剛剛說 這個 那個教授只是跟你說 把那個拿掉 後來他就繼續去學paper 我們現在說 要鬆綁 那家庭也要起來 可是我們也得講怎麼做 對不對 好 所以 如果是按照我們的 宗旨上面想的 就是這一句很長的文言文 那沒關係 你不需要看 講白話文就好了 白話文就是 我們需要有一套基於聖經的一些做法 然後要有效 然後可操作可執行 可操作可執行最重要 要不然的話 我們講的限高采烈 兩個禮拜以後 我們大概忘一半 四個禮拜以後 什麼都不記得 那就完全沒有用了 所以我們要在什麼 在實踐中完善 我們要真正去做 好 你五他練的沒有關係 你就做五他練的事 可是呢 你一做 你一面做 一面就會改變 神就會把恩典加給你 好 那 我來稍微說一下 台灣過去 對抗瘧疾 教我們的功課 這個圖 這個資料 是從行政院的官網上面 弄下來的 那我想 你看的時候 你一定會嚇一跳 原來瘧疾 竟然是今天全球最普遍的疾病 全球40%的人口 是處在流行區 每年有3到5億的瘧疾病例 每年1到300萬人死於瘧疾 每30秒就一個孩子死於瘧疾 這麼嚴重 你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在講火星上的事 為什麼我們在台灣都不覺得 對不對 你們都在台灣都不覺得嗎 其實 這是我們要回到歷史 在日據時代的時候 其實 1938年的時候 1938年是民國27年 抗戰爭爆發的第二年 當時的人口560萬裡面 有188萬人感染劣疾 1 3分之1 然後這是日本人生下去 留下來的資料 你可以看到 那些人做些什麼事情 有些人在做砍發跟親民的工作 有些人在做檢查 那有一些的防掠班 有一些這個實驗性的 做掠聞調查等等 那有各式各樣的活動 然後到了1964年的時候 終於我們從聯合國的 Dr. Segal 的手上 接下來了一紙證書 這個人大家要認識嗎 他就是連戰的爸爸 連政董 當時的內政部長 所以 台灣從1964年開始 瘧疾就絕跡了 好 那我們說 台灣 對抗瘧疾 成功的因素 到底在哪裡 是不是 醫 那個醫學很發達 藥物 我們有很好的藥學系 答案是對一半 那個 醫跟藥大概占20% 其實收效最大的就是公共衛生 我們剛剛看到那些 種種的活動 都是公共衛生的活動 其實公共衛生 才是真正的因素 這個就是台灣最棒的一個地方 那我們說 家庭方舟協經會的角色是什麼 其實我們定位我們自己的角色 我們是一個傳信者 是一個Messenger 就是上帝有信息 叫我們去傳 我們就去傳 所以我上個禮拜才從上岸回來 去了十天 我今年去了三次 就是到處去傳 那 教會的 我們心中 教會的角色就是那個公共衛生員的角色 你想想看 假設 台灣四千個教會 就像四千個衛生所 然後 教導周圍廣大的民眾 怎麼這樣 呼吸溝通 親子關係 生命教育 品格教育 這個叫做預防勝於治療 我們 我在別的課裡面會講到 全世界都有這個趨勢 憂鬱症越來越多 你知道現在看心理醫生是很貴的 在美國看一個心理醫生要200塊美金 所以 我們 文印當中省效了多少的社會成本 而且因為這樣子的話 教會跟社區的關係 就是真正的一種 非常和諧 非常有需要的關係 所以我們是一個兩個階段的做法 第一個階段是針對基督徒的家庭 做什麼呢 第一個 觀念的宣導 就像我今天所做的事情 就是要喚醒基督徒 說我們要落實家庭的基督化 然後第二個是 讓基督徒預備準備打仗 什麼叫準備打仗呢 就是準備好 將來要以家庭為單位來傳福音 然後同時我們要做一些事情 那個 我們要讓 那個 因為信徒要做基督化家庭 可是基督化家庭 又不是今天才有這個名詞 可是我們做的到底怎麼樣 事實上 我們必須要有一些 down to the earth 要從天上落到地上的一些的訓練 然後同時我們再開發第二階段所需要的課程 因為第二階段是要針對非基督徒的 那個時候他們需要的課程 跟今天我們在這邊講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們今天 我去講神的信息 大家都明白 我對非基督徒不能這樣講的 這樣講的話 等一下就只有我一個人留在這裡 沒有了 然後我們還要訓練第二階段所需要的陪伴者 因為光是講一個課沒有用 需要真正做 做的時候人都是一樣 那個魅登峰 為什麼魅登峰的吸引力在哪裡 他陪你一起塑勝 他其實很多人是陪你一起 那個勵志 塑勝 讓你可以走下去 要不然的話 你就三天打魚 兩天賽網 你就沒有辦法做好那件事情 好 這是第一階段 我們今天是屬於第一階段 我們的協會 從去年的6月18號 在景美的競技會講第一場開始 到今天為止 我沒有精確的統計 但是我想我在海峽龍岸 大概講了七十幾場 一定跑不掉了 那現在其實是在做觀念的宣導 然後呢 我也同時把第二階段開發的課程 也做了一些開發 等一下我會稍微一點點的報告 然後我們也會鼓勵 就是說很多的教會 就開始真正來落實那個基督化 那第二階段就是真正針對非基督的家庭 這個時候呢 講社會就會有很多的教會在社區 就可以開始辦講座 辦什麼樣的講座呢 這個講座就圍繞著親子 圍繞著夫妻關係等等 那這種講座最重要的點是在這裡 它一定需要有後續 其實我們會希望第一階段所培養的陪伴者 開始就成為種子 所以譬如說 因為我們課甲完之後 是大家回去做的 回去做的時候 你一定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做一做就會遇到挫折 所以我們會希望說 那個陪伴者 每一個人可能跟聯絡五六個家庭 成為一個所謂的團體動力 所謂的一個共生團體 然後我們可能就定期聚會 其實這樣就很像一個團體 那我們關心的是什麼議題 其實我們先從關心他的實質 他的需要 就像主耶穌來到地上的時候 康健的人用不著一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著 所以他先解決你的需要 麻風的人就讓你解禁了 那個腳癱瘓的人就讓你拉起來 我們其實先解決他的需要 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自然而然的 我們會把信仰的元素再加進去 然後有一天的時候 那很容易我們就把它帶到教會 那我在論壇報 我在有幾片的社會裡面 也談到這個架構 其中有一個觀念就是說 我們有時候 我們去邀請別人來的時候 我們邀請一個非基督徒來到我們的教會 其實通常你都要跟他培養幾個月的關係 他才會來 可是他來了一次 萬一今天講題的信心 沒有剛好讓他覺得touch 那你這個人大概就不會再來了 你再來邀他的時候 他常常就跟你講藉口了 哎呀今天很忙喔等等的 或者就很坦白的跟你說 我不習慣了等等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同感 事實上來講的話 這是我們最大的問題 可是 我們假使我們換一個角度思考 我們先解決人的需要 但是我們在這個互動當中 再把福音的信息帶出來 事實上 沒有一個人養孩子 會養到不需要禱告的 你相信嗎 對不對 因為生命不長在你的手裡 所以 我非常的深信 當人碰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人的盡頭就會是神的起頭 所以 我們會 在這個階段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 會 就是說這樣會是一個有效的策略 那第一階段的課程的內容 我們這一次 今天我會講家庭幫助中 就是你聽過的這個 待會的時候 我會再講 第一個就是 建立有FU的領修習慣 下一次的時候 我會講兒童屬於教育的危機 跟他的解決之道 那再來一次是主日的時候 我會講那個 家庭基團的理論跟他的實作 大概在四次之後 那可能其實比較重要的點 事實上是 真正就是開始做了 事實上教會都有牧養 所以主日都有提供信息 那我們其實所需要幫助教會的事情 也是幫助弟兄姐妹的事情 是怎麼樣在家裡面 有一個真正的基督化的 那樣的一個家庭 那我在下一講的時候 等一下的時候 我會稍微提到一下 所謂的基督化家庭 那第二階段的課程 我目前已經 已經這些東西已經 是已經開始講了 我在上海都講過了 一個是猶太人的成功教育的揭秘 在上海是講 第一次講六個小時 後來為了 為了那個學校 有一個學校邀請我 為他們的需要 把它濃縮成兩個小時 因為猶太人的成功的教育 是非常驚人的 他們得若貝獎的比例 是他們人口比例的一百倍 我有那個完整的講稿 你們在網站裡都可以看得到 那我並不希望你們來聽這個 因為那裡面主要帶很多的福音信息 那你們都是基督徒 但是我們倒是要把猶太人的教育 我們真正 我們在家裡面真正要做 猶太人的核心 他們的核心的秘密 是在於他們的信仰 信仰的教育 再來就是情緒管理 這是一個非常中性的課程 那這裡面包含了一些 腦科學的一些發現 然後再來就是父母效能訓練 還有一個就是把DISC 用在家庭裡面 四型人格是最簡單的 但是在家裡面就是要簡單 你去講九型人格 他講十三型人格 哇 坦白說他會昏了 所以其實我們就簡單合用就好了 那其實我們也結合其他的單位 效果本人也是可以帶親密之為的帶領人 所以其實這些課程都可以結合 那總而言之 這個第二階段 是全部圈子給教會的 那我們會希望 將來是由教會去做這些的訓練 好 那最後的時候 我要說一下說 那這個事工 如果你也覺得有感動的話 那我們怎樣可以來參與到這個事工呢 我們會 會需要 未來會需要有宣講者 就是 第二階段的時候 其實會有很多的那樣子 對社區的需要 而且都是 每一個都是要社區化 所以就必須要有很多的宣講者 那這個其實可能就是 那個有教師恩赤的 那如果有諮商輔導社工的經驗 當然是最好 但是那個 其實你只要有願作的心 這個神 我想神也會嫁給你 最重要還是那個願作的心 當然我們需要更多的是陪伴者 那陪伴者 你最重要就是安慰的恩赤 陪伴者 因為 將來需要 一個人可能陪伴五六個家庭 他其實就是 你就等於帶一個小小的團結一樣 當然我們也會需要一些行政資源 美鞭、美鞭、影音資源 那同樣的就是 這樣子到各地方的演講的交通等等 也是需要財務方面的一些的奉獻 好 那我們也有一些的那個輔助 因為 我們前面有講 說一定要可執行 如果不可執行的話 其實就白講了 那可是 這裡面就會碰到很多很實質的問題 所以在這些年間 我們就 有做了一些的努力 幫助大家 跨越 那個 在家裡面 一些領袖的障礙 那下一講的時候 我就稍微提到 那 協會所代理的這些輔具 那如果說大家去購買的話 那麼這些的單位 我們大概都約定了 他們大概會奉獻百分之二十 給這個協會 所以 像 我們這裡面 除了那些輔具外 還包含一些書籍 像 那個 家庭祭壇 我就非常推薦 駱北林傳道的有一本 那個 家庭祭壇的實作手冊 那本書有十六課 我在最後一次講的時候 煮熱的時候 我會介紹這一本 然後 像 唱著聖經 毛威華的 那個也是非常好 那這個稍微 等一下會講一下 好 那我想 這裡 我們的第一部分 我就先結束在這裡 好 那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還有第二獎 好 那一個非常謝謝大家的包容 各人 大家好 謝謝 好 我們先再次用掌聲 謝謝 好 陳畢修 那我們就把時間交給曾總經理 那第二場的主題是建立有FU的領修習慣 我想我們在座的年輕人很多了 有FU這個字大家應該都聽了懂 就是有Feeling 那個 我在大陸要解詞個半天 那這個剛剛大家看過 所以同樣的 所有的資料 上面都有 好 開始的時候 我先跟大家說一個病人的故事 這個教授 是USC的教授 南加州大學的教授 叫做Antonio Damasio 那他教什麼東西呢 你看他這個圖啊 我這個花鼠子 點到這個圖 你就知道 他教的跟我們的 大腦有關係 他其實他也是一位醫生 有一天 他來了一個病人 這個病人呢 是一個律師 你知道在美國當律師 是比在台灣當律師要困難 為什麼 因為台灣是成文法 所以你就把六法全數把它K通了就可以了 美國是不成文法 所以呢 他除了一些法案之外 他還有判例 所以某一件事情 在某一個判例之前 那某一個判例之後 可能不可以了 所以你腦筋必須要非常的好 要記一大堆的東西 好 所以他的這個病人 是一位律師 那智商非常的高 那這位律師呢 有一次他生了一個病 這個病呢 就是他額頭後面 長了一個瘤 一個腫瘤 那這個腫瘤 慢慢就威脅到他的生命 所以 醫生不得已 就必須要幫他動一個手術 這個手術動得相當的成功 所以他恢復的完全就是很快 然後呢 他做自力測驗的時候 做完之後發現 很好 自力測驗 自力也沒有受到任何的影響 可是呢 他的行為就開始不一樣了 他喔 很特別啊 就是 他好像變成一個 沒有感覺的人 這個意思不是說 你不知道冷樂 不知道疼痛 不是這樣 而是他對於情緒沒有感覺 他的那個 表現出來的就是 他會有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 我們一般人認為很小的事情 他都沒有辦法做了 比如說做一個決定 約一個時間 所以他從原來的律師事務所 被犯 換了一家 然後又被犯 再換一家 直到最後 他就 變成 那個 失業在家 然後呢 他的 妻子也離開他而去 所以喔 當他去跟那個醫生 講述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的醫生喔 就 發現說 啊 這個病人喔 的問題了 為什麼喔 因為他在講他自己的故事的時候 這麼悲慘的一個故事 醫生都感覺快要哭了 可是呢 他自己是 好像在講別人的故事一樣 好 然後他就發現喔 他連一個最簡單的決定都不能做 比如說 下一次我們看診 我們哪一天看診 他會像電腦一樣 他會把 所有的時間喔 的那個 所有的優點缺點 他會全部都把你 他都可以講得頭頭是道 可是 他就是做不了決定 所以 那個 他的 所表現出來的一個現象就是這樣子 那 因此喔 這個時候 那個醫生喔 才 開始了解到 原來喔 我們的人裡面喔 那個 有一些很大的奧秘 這是他寫的一本書裡面的一個圖啊 就是我們喔 我們的人 我們的腦 我們的大腦 大概分做 三個部分喔 我們的腦幹 是關乎我們生命跡象的 所以 我們 我們這個 心臟會跳 我們會呼吸喔 這種東西是自主神經喔 所以你晚上的時候 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說 你不用一直提醒自己 我的心臟要跳啊 要跳啊 不跳我會死啊 你不用擔心 那 那個 除了這個以外 我們都知道我們是萬物之靈 所以 我們有一層叫做新皮質 Neocortex 這個 這個 這個皮質裡面喔 這個皮質有非常多的區域 那這是關乎我們的思考 可是還有一塊 我們是 我們是 是隱藏在比較裡面的 你要剖開來剖面才看得到 那個叫做Limbic System 就是那個邊緣系統 這個邊緣系統裡面喔 有一個叫做性能核的東西 左右腦各一個 那我們的情緒的記憶啊什麼 都跟這個東西有關 然後呢 我們還有我們的皮質 我們的叫做Prefrontal 這個Prefrontal Load 就是我們的前額頁 前額頁 我們前額頁的皮質 它是可以用來調節情緣的 那這兩個東西當中 其實有一些連接的路徑 可是因為它這邊長得流對不對 所以摘除的時候就把這個路徑給摘掉了 因此 它的前額頁 是受不到任何來知性能核的 任何的情緒方面的信息 所以 你知道 我們需要對上帝創造的事情 有一個敬畏 真的 大家有一定受過情緒的困擾 你會不會有想過說 哎呀我要是沒有了那些的 腦人的那個什麼 憂傷啊那些的什麼 那些情緒的話多好 其實 我們會以為說電腦比人好 事實上錯了 那個人腦才是真正是 事實上最棒的東西 我們的情緒 我們在做這個決定的時候 比如說 我們決定 某一天要跟醫生看診 事實上 我們的Limbic System 它很快的就會 根據它過去的過往的歷史 它很快就可以做一個判斷 說我大概選哪一個日子就好了 所以也可以這樣講 就是說 我們的情緒 它可以引導你一個大的方向 它大概會讓你去避開一些危險的事情 避開一些讓你不愉快的事情 然後呢 你如果要做精細的分析 你在那個方向裡面去做精細的分析就好了 事實上這種能量的節約 要不然你每一個件事情 都是地產室的搜索 那你這個腦袋早就爆炸了 那那個人的問題就在這裡 他的大腦跟以前一樣好 他的管智力的部分一樣好 可是呢 他的情緒 那個是完全處在一種 他的耳葉是完全收不到情緒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們真的要感謝上帝 讓我們不是一個電腦 讓我們是一個有情緒的人 那我們好 說feel 有feel feel 那個就是感覺 傳統上面 我們會覺得 感覺是一個不屬靈的東西 因爲什麼 因爲它不可靠 因爲感覺會跟心情有關 它跟環境有關 所以我們說 感覺 最好 它也只能是一個結果 我們說 我們的信心 基督教我們的信心 是奠基於事實 聖經當中 有許許多多的事實 上帝創造天地 主耶穌愛我們的緣故 然後再 為我們 釘了十字架 這些是種種的事實 我們的信心 必須奠基在我們的事實 當你有了信心之後 你會稍微有一點感覺 傳統上就是這樣認為 其實這是沒有錯的 我並不是要推翻這句話 只是說 每一件事情 我們都要去看它的文本 就是所謂的上下文 我們自己所講的感覺 是有別於一個機械 其實 上帝創造的人類 是一個 窘南有別於 祂所創造的日月星辰 日月星辰是非常有規律的 那個 冬至 是哪一天 這個是都不會差的 所以 我們看到日月星辰的運行 是分毫不差的 那是一些機械硬的東西 可是人 我們最怕被人貶低成為機械 我們一個丈夫 如果去跟一個妻子說 說你只是把我當作一個提管機 你只把我當作一個賺錢的機器 好 那你就知道 他的心裡是不愉快的 他只是心裡面 一直是介紹到的信息 就是 摸 然後去多賺一點錢 然後 好等等的 那我們姐妹會跟弟兄說 你只是把我當作一個生孩子的機器 幫我當作一個煮飯的機器 洗衣服的機器 那這個感覺也是非常不好的 因為你沒有把我當作一個人 所以 人 如果說他覺得自己被貶抑成為一個機器的時候 他的心情是不好的 那 那個感覺是很重要的一個東西 那個 好 我先講 就是說 我們說 基督化的家庭 我們說 要建構基督化的家庭 簡單說 他的核心就在於基督化 那基督 我們講 基督掌聲的聲量 基督有 他有先知的身份 有君王的身份 有祭司的身份 其實 我們大概可以這樣看 我們對聖經的知識 要有所了解 那是屬於神學架構的部分 我們需要有一個大腦 對不對 我們要去理解神的話語 然後呢 可是我們只有神的話語 沒有用 我們還要去行道 對不對 我們需要有四肢去執行出來 那就是我們需要有行動 可是 你如果只是 你是可以理解神的話語 然後你就這樣遵循的話 神不滿足 因為神 希望你還有一顆心 可以去感受到他的愛 所以那個 綠野先中 大家有沒有看過 應該很多人都看過 裡面有個小席人 他是沒有心的對不對 他一直要去找尋他的心 所以 我們一個完整的人 我們有大腦 但是我們如果只有大腦 就很糟糕 我們四肢萎縮 這不行 我們還要能實踐 我們要有四肢 可是呢 即便你這兩個都有了 你都按照神的話語 然後 你就機械式的去 讀了聖經 一天讀幾章 然後呢 你機械式的去 服從神的命令 等等等等 可是你沒有心 那 對於神來說 他還是不滿足 所以我們說 神創造人的時候 也在人的心裡面 擺了一個空的地方 那個空的地方 就是為了要成裝神的 要不然他就是 他神不滿足 那我們也不滿足 對不對 所以一個整全的人 其實我們這樣說 那個 我們對於神的話語的理解 相當於先知的部分 因為先知就是能夠知道神的話語 那我們的行動的部分 比較相當於我們的君王的部分 因為君王有執行力 他可以去做 那 我們的感知的那個部分 比較像是祭司的角色 因為祭司站在人跟神之間 他站在人跟神之間 他就解決了就是人跟神的關係 這樣的一個問題 好 那我現在 就要來講一個現象 那我剛剛有說 我在海峽兩岸 大概長了七十多長 我在很多地方 我就會問一個問題 我說 你們一年聖經有讀一遍的 舉個手給我看好不好 然後我通常就統計一下 結果我發現 這個比例 是比十分之一還要低 我這邊寫十分之一 可是我後來 越來越多的驗證 其實不到十分之一 我看過一個 我曾經在過一個 一百多人的教會裡面 講到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問的時候 可是 讓我很憂心的是 我用十個指頭 就可以把它數完 十個指頭以內 就可以把它數完 我還不需要接到 我的腳指頭 就把它數完 這是一個很 讓人憂心的現象 為什麼 因為 這說明了什麼事情呢 第一 我們對神的話語 沒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第二個 我們對神的話語 是沒有渴慕的 我們對神的話語 是沒有感覺的 好 剛剛講了這一些的時候 容許我講五分鐘的武俠小說 我自己也是一個寫小說的人 我寫科幻小說 所以我是用一個寫小說的人的眼光 來跟大家分析一下 經用的一本很有名的小說 叫做神雕俠旅 應該都看過了吧 不需要我再多做解釋 所以 先請大家不要覺得這個太不屬靈了 我們稍微輕鬆一下想 神雕俠旅 這本書四大冊 爺俊俊拍了恩辯 我們就不管它了 這本書四大冊 可是它有一個非常連貫的主題 讓你一直被吸引 這個連貫的主題是什麼呢 就是情感的情 問世界情勢何物 只叫生死相許 那為了要表達一個 要襯托一個小說的核心的論點的時候 它需要有好多對的情侶 這好多對的情侶 所表現出來的各式各樣的愛情 然後來襯托那個主角 楊過跟小蒙女 那到了它真正的高峰 它的主角永遠不是第一個出場的 剛剛出場的是那個 貌若天仙可是心如蛇蝎的那個米莫醜 然後到了真正的核心的是在中間的時候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你都會覺得說 怎麼會選到小蒙女呢 小蒙女本來是一個很冷淡的一個人 因為它的那個派叫古木派 你聽那個名字就陰生生的 它的整個續命就是人 要秉除一切的情欲 那就是佛教整個傳下來的那樣的一個教訓 好 它的高峰在哪裡 它的高峰在他們在全真派的那個重陽宮裡面 好 兩個人在那個 從他們主事業的畫像前面 好 舉行結婚典禮 好 兩個人在那邊拜堂 哇 真的是 整個場景是什麼樣呢 是 那時候小蒙女身受重傷 因為為什麼呢 原來 因為小蒙女跟那個楊過 原來有私生的關係 大家都不希望他們在一起 那特別是黃樓 那你要怎麼樣使得兩個人可以拆散呢 其實 黃樓用了一招 非常的厲害 他就跟那個小蒙女說 如果你嫁給了他的話 天下人都要看不起他 所以小蒙女一想 心想說 我絕對不能讓我的所愛的人 被天下人都看不起 所以那只好一個簡單的方法就是我離開他 所以我就回到我的古墓 乾脆我就繼續過我那個冰冰冷冷 沒有情感的生活 結果他走在路上的時候 不小心 就聽到了兩個人的對話 才知道說 他曾經有一次 是他的眼睛被蒙著 他以為說 楊過在那邊跟他搗蛋 所以他們就有一個親密的關係 他以為那是楊過 後來才知道原來是另有其人 所以他的心整個碎掉了 他覺得萬念俱會 所以他只想要回到重陽宮去討一個公道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他出現在那裡 然後他被眾多的武林高手圍攻 於是身受重傷 這個時候楊過就在這個時候趕到了 其實楊過那時候也斷去了一倍 所以他是用他那個已經鏤空的袖子 那個袖子裡面已經沒有守備了 用那個纏住他的腰 因為他另外一個手還要拿著劍去戰鬥 所以他只能夠用這樣子 然後抱著他 所以那個小農女 就靠在楊過的身上的時候 這是讓所有在場的武林高手 都非常生氣的一個店 就是這兩個人 那個好像看到了彼此的時候 就把全世界人都遺忘了 然後他們就覺得那麼的滿足 讓他們覺得非常的不舒服 然後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光景之下 他們舉行了結婚的典禮 當然這是有很重大的意義 因為原來古墓派的那個祖師爺那個林曹英 跟全政派的祖師爺那個王 一下王掉了 反正兩個人過去是情人對不對 是因為某種原因結果兩個人不能結婚的 就是因為個性很強 所以我要講的 這是他的最高峰 可是我還要跟大家講的是 金庸其實剛開始寫這個時候 是在明報上發表的 也就是他先有大綱 然後就開始寫 但是等到 你知道這個要寫很久 四大策要寫很久 而且你又不是上帝 你很多你規劃出來的大綱 寫到後來的時候 會覺得前面某個地方寫得不好 所以等到他集結輸出的時候 他其實做了很多的修改 很多的細節修改 可是 如果說你從頭到尾去注意到 你有沒有發現 金庸在一個重要的情節上面 是沒有改的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小龍女 他等於是 就是所謂的師生 那你想想看 就我們世俗的眼光來看 這個兩個人之間 最不容許被玷污的 岂不就是他的癥結 可是金庸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就是愛情 是可以超越這一切的 所以 那他讓那個楊過呢 那個震動天下的武林高手 結果只有一隻手臂 那個手臂也是莫名其妙被人家 被人家砍去的 那就是這樣的一種 一種情況 那他其實要告訴你的是什麼 是愛情的堅爭 是要超越這一切的 要不然的話 他還不夠堅證 就是能夠超過這一切 好 我講這個東西 他的屬靈的意義在哪裡 其實你去看我們的舊約 舊約的時候 上帝特別挑了一個 挑了一個那個 何西亞 一個先知 然後說你去取一個淫婦 取了一個淫婦以後 然後他用這個來說 說 這是要給以色列人看 以色列人 你雖然背道離開我 可是當你迴轉的時候 我還是願意收納 那 這一些的事情 其實 就在告訴我們 我們的神是 怎樣的一位神 他的愛是何等的大 他的愛是何等的 那種 我們的最稅路諸虹 他卻能夠使他成為雪白 好 所以 我們從這裡面 我們 躍躍的去了解一下 我們 我們跟神的關係 聖經當中 有用父子的關係 可是 更多的時候 是用夫妻的關係 所以在舊月裡面 我們看到 我們剛剛看到 我們剛剛看到 何西亞 其實新月裡面 更明顯 我剛剛有講 我們在末後的時候 我們是新婦 預備整齊 我們預備 裝飾整齊 預備好了 要迎接新郎的再來 對不對 另外我是新竹西安堂的 大家應該有聽過 江秀奇牧師 江秀奇牧師 就是從新竹西安堂出來的 江秀奇牧師 最喜歡講的 心腹戰士 其實我們的 某一種角色 我們一面是心腹 一面是戰士 心腹 是我們很重要的 一個身份 我們跟神 是 那個關係 絕對不只是 你的大腦的認知 也不僅僅是 你就是乖乖的 遵守 那個命令 那 如果是這樣 他就不必創造人 他最重要的事情 是我們 是愛他的 我們有一個 所謂的 那 我再回到 我們前面講說 為什麼 一年如果讀完一遍 一遍聖經的話 那我們對神的話語 是有錯誤的 為什麼 因為 我想 我們大家都讀過書 都讀過很多書 很多的書 你可能不必完全讀完 你大概知道這本書講什麼 你就會把它放你的書架上 有一天 書到用實方很少 想起來的時候 就到書架上去找 找到的時候 就翻翻翻 就是這樣子 現在有互聯網 有那個 Internet 更方便 Google一下 就可以找到了 可是 神的話語 上帝怎麼說 他說 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 口裡所出的一切話語 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 口裡所出的一切話語 所以食物 在跟神的話語 做一個比對 它的地位等同於是食物 食物很特別 人類 食物是我們能量的來源 但是 比那個能量的意義還要多 你的汽車需要油 請問一下 你把你的車開到加油站的時候 加滿了油的時候 你的那個汽車 會不會發出了一聲嘆息說 哇好美味的汽油啊 沒有嘛 你沒聽過 可是人的話 我們的吃東西 那個食物 不僅是食物 我們中國的 這個台灣那個 是美食文化對不對 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我們常常喜歡朋友一起吃飯 因為吃飯給我們一種很愉悅的感覺 對不對 所以一方面我們補充能量 可是一方面神 只要讓我們在這個當中 我們有味覺 神把我們造的這麼精細 這是有原因的 這是有原因的 所以 我們 我們 如果說 上帝要省事的話 乾脆把我們造成核子潛艇好了 就是核子潛艇的話 藍料填充一次的話 就二十年都 就可以潛在底下 就不用上來 那上帝沒有這樣子 我們的話很辛苦 必須 這個 不久 待會兒等下 我們又要吃飯 對不對 所以我們 我們 我們有很多的時間 要吃飯 因此 拿著我們去看一下 聖經上面 怎麼去形容 聖經怎麼去描述他自己 我覺得最好的就是 詩篇一百一十九篇 詩篇一百一十九篇 十一節說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 免得我得罪你 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 免得我得罪你 你知道 我們常常把神的話 放在書架上 那主耶穌在礦野裡面 受試探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他經過了十十天 所以 他就餓了 撒旦就來試探他 撒旦試探他的時候 很厲害 他每一個的試探 都是用神的話 只不過他都幫你動動手腳 都是那個基因改造的食物 看起來很像 但是都不是 要是我們的話 我們就說 撒旦 等等 我要去書架上找一找 或者是對不起 我要搜尋一下 可是 你知道 所有的事情 都發生在電貓石火之間 你是沒有時間去搜尋的 你卻沒有時間去 因為很多事情 必須要在你的價值觀裡面 要在你的價值觀裡面 我在講到這個地方的時候 我在大陸 我會常常用一個 用一個人 就是西安大學 有一個學生 叫做藥家信 那個信很特別 藥是醫藥的藥 就是你生病要吃藥的藥 要藥家信 他是 我們常常說 學音樂的人 不會變壞 哪有這回事 他就是西安大學 音樂系的學生 他有一次 開車 創導了一個農家女 那 他就 直覺反應 就是趕快要逃了 所以他就駕車逃逸 他逃逸的過程中 你逃逸就算了 他在扣照機裡面 看到了後面 那個農家女 在抄他的車號 他心中就散過一個念頭 別人都說 農家的人很難採 在大陸上 這種階級的差異很大 所以他就立刻殺了車 然後呢 到後座裡面去拿了一把刀 就連刺了很多刀 把那個人刺死了 所以那個人不是被他創死 都是被他刺死的 後來兩年之後 這個人被判死刑 你想想看 所有的 他的整個的反應 都在他的幾秒鐘之內完成了 事實上是在他的價值觀裡面 如果說 他 從小 是信仰 深深刻刻地印在他的心裡面 他的反應 絕對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們就知道 我們要把神的話 藏在心裡面 我們要藏在心裡面 而不是留在書架上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點 另外 詩篇119篇十四節也說 我喜悅你的法度 如同喜悅一切的財物 其實我們財物真的好東西 金錢不是萬能 但是沒錢萬萬不能 所以有錢真的很好 但是呢 上帝跟我們講說 你要喜悅神的法度 如同喜悅一切的財物 而我講猶太人教育的時候 我就會提到這個 其實猶太人從小就 被強烈地灌輸一個觀念 智慧是最重要的東西 而猶太人是不得不擔 因為猶太人受盡了迫害 他們在任何一個地方 你說你心靈無無的自產 你看過屋領上的提醒所 最後他們整個村子是被迫離開 對不對 所以你再有錢也沒用 這個都是別人的 所以他们很早就知道 这些东西都不够 他们要求的是智慧 就如同所罗门 所罗门求智慧 那神把其他东西都给他们了 当然智慧 其实是神自己的一个代表 事实上其实就是 我们要去喜悦神 那再来 我们也说 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 使我比仇敌有智慧 这又是再一次存在心里 还有呢 你的言语在我上唐何等干凌 使我口中比蜜更甜 所以神的话语 要我们经常的去 在我们的口中里面是去顺念的 是那时候 我们不一定真正念出声音来 可是他要常常在我们的 他用这个人的 用食物来形容 因为我们用上唐藏食物 所以你看到这个地方 神的话语在我们口中 是要很甜蜜的 神的话是我脚签的灯 是我路上的光 所以他是一个亮光 我们可能都没有经历过那种 没有亮光的那种日子 我有一次在台北 我大学的时候 在台北一个地方教家教 然后我走上了一个楼 那个楼很高 然后我就知道说 啊 惨了 因为那天停电 所以我必须用走的 走上去 我才真的知道 没有光是什么样的可怕的 一种景象 所以我们真的需要亮光 另外 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 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 以色列人就是这个最好的见证 以色列人能够忍受 这么长的那种患难 在集中营 在那个被希特勒迫害 丢进了 那gaze chamber 丢到毒气室里面 神的话语就是他们的安慰 若不是喜悦神的律法 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 然后神的话语呢 也需要解开 所以神的话语像化学键一样 需要打开 打开的时候就会发出光 然后永远也需要神来开启我们的眼睛 所以神的话语需要解开 好 那我现在来说一下 什么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我非常推荐一本书 就是尼托圣弟兄的 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 应该有 好 我非常推荐这本书 我这本书 我以前受洗的时候 我大三的时候才受洗 我大三受洗的时候 有人送了一本这本书给我 我看了以后 这奠定了我 这个 就是对信仰上面追求 一个非常重要的 其中有一句话 他说 他在那边谈到的是登山宝训 然后他就说 除了神的儿子自己之外 地上是否曾经有人 实际活出这种生活 就是指登山宝训的生活 但他说 但借此问题 我们会发觉 除了神的儿子自己之外 这句话 正是这问题的答案 所以换句话说 有没有人能够过 神所说的那种生活 答案是没有人 只有神的儿子 能够过那样的生活 那你说不是惨的吗 这就是福音 反正我们今天活着 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所以如果 我们要能过这样的生活 我们只有让我们里面的 基督的生命 越来越长大 让我们外面的 让我们自己的 那个老我的生命 越来越衰 这是唯一的路径 尼弟兄 有人说是俞成华 又说过一句话 我想这句话 可能很多人知道 神注重我们所事的 过于我们所做的 算得出的真实的工作 乃是生命的流露 算得出的事奉 总是基督的活出 将自己献给神 不是要为神做工 乃是要让神做工 凡不能够让神做工的 就不能够为神做工 所以我们所有的工作 坦白地说 在神的眼中 不算什么 神尊重所看重的是 你里面 他神儿子的生命 到底有多少分量 还是我们只是从这个世界里面 借贷一些东西来 那除了神的儿子的生命之外 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取悦神 这就是基督教信仰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核心的争议 所以我们要怎么样 让我们自己的灵命成长 答案非常的简单 就是让你里面的基督 越长越大 只有这个 那你要怎么样让你长越大呢 很简单 第一 读经 因为光顾神的一切事情 神的计划 神的性情 神的作为 神的心意 一切都写在圣经里面 神没有背乎他的启示 所以就是读经 没有别的第二条路 再来是祷告 祷告 我们常常会把它跟祈求混为一谈 祈求跟祷告其实不太一样 祈求是 有些事情我做不到 我的能力不够 所以我把它带到神的面前去 我让神来替我成就 这个叫祈求 所以它是有目的性的 可是 祷告比祈求还要多 包含 我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认罪 我们可以向祂 请心吐意 我们可以把我们真正的心情 告诉祂 其实 诗篇里面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 我的心平静万稳 好像断奶奶的孩子 在母亲的怀中 一个孩子如果没有断奶 他在母亲的怀中 其实就是要吃奶 吃奶就让他得到 物质上的保足 可是一个已经断奶的孩子 他来到母亲的怀中的时候 他要的是跟母亲之间的交通 情义的交通 那这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 过一个 我们固然刚开始的时候 是吃饼得保 可是我们要慢慢离开 那个一样的境界 可是呢 我们也不能说另外一个极端 是这样 我就是要为主做工 我就是做工做工做工 哎呀 上帝并不缺这样的 真的 上帝要的是一个你的心 所以你知道心负战士 所以神要的是你的心 那你的心比那些更重要 当然如果是喜爱他的话 总是会提到内在生活 但是我今天不会提这个 因为教学学牧师有好多 好多卷的录音带 那个CD大家可以去听 那谈到那个灵命成长的话 我个人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经验 因为我自己过去 在我念研究所毕业之后 我就在中科院工作 我在那边做了六年 所以我就在中科院那边的 有一个十门水库 就在水库教会 张志兴长老 听说他是那个师母的那个伯父 那那个张长老 他的口头禅就是读经祷告 祷告读经 没有别的 那那个 其实张长老 张长老最特殊的一个点就是 他读经一百遍 你知道读经一百遍很不容易 因为你一年读一遍要一百年 而且他不是 他不是像各位一样说 年名信了的时候就信主的 因为他是南京人 他是后来来到台湾 那起先的时候是他的 就是我们的师母 信了主 信了主之后 就觉得信主很好 就要把他带去信主 但是张长老自己跟我们讲的 所以我今天可以去说他的见证没有问题 他说其实那时候 他是完全是一个应父 所以他就没关系 你要我去没问题 受洗也可以 受完洗之后 他就说我已经拿到天堂的护照 那你以前都说 如果我不信主 我们将在天堂上见不到 那我现在已经拿到护照了 没有问题了 所以你可以放心 这下子师母就很头痛了 怎么办 然后师母就还是继续的邀约 他就说可以啊 礼拜天的时候 上午如果说我们去聚会 那么下午就要找人来跟我打麻将 那师母为了要让他可以努力的去 就是愿意去按时聚会 所以就很辛苦的去找人来跟他打麻将 好 但是上帝会开始动手干预了 有一天他就出了一个大车祸 这个大车祸 基本上差一点使他受命 那等到他醒过来之后 医生跟他讲说 你恐怕要一辈子躺在床上了 这一下他就知道事情 那个事情很大 所以他就开始认真的祷告了 那他的祷告 他就讲说 他说他的祷告 是非常的幼稚 他说他的祷告就是 你是大大神啊 我是小小的人啊 大人不及小人过 然后就希望上帝放他一脑 可是这样的祷告神听耶 神真的让一个草药盲装 让他在很短的时间内 他就站起来了 然后他就痛改前非了 然后所以他就拼命的读 所以你就知道 他从一个比较大的年纪开始 能够读经一百遍 他是他真的是读经 是真的下功夫 所以他跟我们讲说 他说我们的神是唯一能够使 那个蝗虫马炸 他男子剪虫吃掉的那些日子 补还给我们的神 所以他就跟我们讲 所以他勉励我们 一定要好好的读经 因此我们的最低的要求 是每年一定要读经一遍 好 我们那时候用的是 周慧四大金刚里面的 何广民的读经日程 他的读经日程 这个网站上面就有 但是呢 如果你喜欢 我可以送给你一个更好的 因为我后来也用那个 可是你知道 他的做法是这样 他的每一年的 他不是从一月一号开始 他是从一月的第一个礼拜一 他一个礼拜只读六天 礼拜天不读的 然后呢 他把它分作新约旧约 旧约 旧约里面分历史书 诗歌书先知书 历史书就是创书立民审 诗歌书就是约伯记 诗篇这种 先知书就是大小先知书 因为每一年的第一个礼拜一都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 每一年他都得重印 那我后来就用Excel 就做了一个 然后里面都有公司 我只要把第一个礼拜一的日子打进去 所有的日子全部就自动跟着变 所以就完全自动化了 所以你要我可以送给你 但是我用到2009年以后 我就不再用了 因为2009年以后 我们就开始发展出另外一套的一个做法 好 那其实基本上 每一个教会都有读经日程 每一个教会的牧师 都在鼓励大家要读经 而且还有设立奖励办法 贵教会是不是也是这样 可是 每到了睡末年中的时候 总是在那边悔恨 今年又没有读了 然后呢 就开始立志 明年一定要好好地读 所以 读得最熟的永远就是创世纪 然后常常都是 读到出埃及就出不了埃及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其实原因是两个 原因可能很多 大的就是两个 第一个是读得时间不对 照理说 应该是早上最好 可是早上我们精神最好 可是最忙 因为要忙自己上班 也要忙小孩子 那有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中午休息时间好了 可是 常常会有一个问题 照顾午餐是一件事 还有一个更大的事情是 在办公室里面 你总不能够 永远不跟同事往来 对不对 人家会觉得你这个人怪怪的 所以 这时候 你常常有时候 不免要让步一下 可是你知道 这是破窗理论 你只要有几次没有去听的时候 那个心理学上的破窗理论 你就接下去 你就不容易再守住了 有时候我们就说 好吧 那晚上读 可是 晚上表面上看起来 时间最长 可是你最累 你已经工作了一天了 心里面一直想要给自己 一个鼓励 一个安慰 然后 诱惑这么多 有电视 又有网络 Facebook上面 一大堆的朋友 都在那边等着你回话 所以 这种情况下 你又算了 所以常常就是问题 就出在这些地方 再来就是 读的方法不对 因为我们常常 读一读的时候 就很想去看到 诶 这个启示录 这四匹马 到底什么意思啊 于是就开始去串租 串来串去 就不知道串到什么地方去了 好 其实圣经 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读法 我这边说两种 其实是 简化的讲法 尼多生有一本书 就叫做《读经之路》 那本书一整本 我们也会为了查考 一些圣经的内容 想要更深的了解它 去做 好 另外一种呢 我们就是为了灵修事 我们是为了灵命的成长 为了亮观 为了留白 这两个的目的不一样 不可偏废 不可偏废 但是 你一定是灵修事的是你的basic 就像你要吃东西一样 好 这是你的最基础的 而且 有的时候是这样子 你若是 反复的送念神的话语的时候 其实 神有时候自己会来帮你解开 你并不需要一个串珠的圣经 那么细的东西 有人就开玩笑说 神学院就是教那些上帝不想让你知道的事情 这个是开玩笑的 这个不可以在牧师的面前说的事情 所以 其实灵修的要素 灵修的英文叫做 Spiritual Devotion 就是Devote Devote就是专心自知 所以 我们灵修的要素 就是 第一个就是 你要预备心 你要专心自知 所以它的重点是 时间 早晚重于长短 固定又于随性 你是早上读 还是晚上读 比你读长跟读短更重要 固定又于随性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哎呀 这个跟着感觉走 这时候跟着感觉走 就不太对了 你有时候觉得心情不好 好像读不下 其实这时候你更需要神的话语 事实上 这时候我们需要一点点的纪律 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挪威跟英国各派了一支探险堆 那一支探险南极 可是 英国的那支探险队 他们晚到达一个月 然后回去的时候全军覆没 挪威的那一支探险队 他们准时到达准时回去 安全撤离 原因是什么 因为挪威的探险队的队长 他非常的要求 他有非常的纪律 他要求 不管天气什么样 你每天一定要走一个最起码的公里处 这是很有用的 因为 当你在心情沮丧的时候 那种大风雪的时候 可是你还是要求自己这样走 当你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目标的时候 你就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愁赏 你就会更增强你的那种意志力 所以挪威这个探险队最后就赢了 所以我们需要一点点的纪律 那重点就是亮光重于篇幅 我们的那个 读多读少 对不起 我要稍微的这样子讲一下 大家都听过沐约翰牧师 沐约翰牧师在鼓吹 很多地方在鼓吹 一天读十章 大量读神的话语 我绝对是赞成 不过我的点是这样子 如果你一年都读不了一遍 那一天十章会很困难 而且到后来的时候 很容易就全功尽弃了 那事实上 我自己会觉得 一天读十章其实不科学 因为圣经有长有短 那等一下我会讲这个 所以其实亮光重于篇幅 如果有一天 神的话语就在那边激动你 就感动你 抓到你 然后把他的话语解开 其实那比篇幅还要重要 所以其实结论非常的简单 结论最好的试验就是造成 所以以前为什么叫成根 玛纳是很奇怪的一种东西 第一个不能做罐头 今天的玛纳不能留到明天 所以你不能说 我明天的领养 今天先吃好不好 不可以 没有用的 然后那个 玛纳 太阳出来 今天一定要采 太阳出来 他就化掉了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 一定是清晨 可是你又早晨最忙 怎么办呢 于是 后来我们所发展出来的 那种方式 就叫做聆听 我们的聆性的聆 不是耳朵旁 那个聆 是除了用耳 还要用灵来听 聆听的好处是什么 一听觉 事实上是需要专注的 我们小的时候 听这个 听写 是我们最怕的东西 对不对 因为很多的考卷发下来 你可以看好几遍 可是呢 听写 老师讲过就过了 所以我们会全身灌注的听 还有你会发现 听觉跟人的情绪的关系最密切 当人需要安静的时候 如果我们需要安静的时候 我们最好的 让他引导他安静 引导他安静 事实上是听觉 比如说 自然音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 就是我们晚上要睡觉的时候 那种音乐有的时候是海浪的声音 有时候是那个洞穴滴水的声音 大 这样的声音 或者是松风 松桃的声音 这些声音很奇怪 当这些声音出来的时候 你的心情很容易就开始慢慢的 calm down 就平静下来 视觉没有这个作用 所以你这就是难怪 我们今天一部片子 那个 你如果把配音去掉的时候 你再看 原来你觉得气势棒波的 怎么搞的 突然觉得瘦瘦了 其实很多的时候 是听觉在引导你的情绪 我们的听觉跟情绪的关联 是比视觉跟情绪的关联还要强 还有呢 我们在这个 在这个 听觉的当中 我们可以keep一个pace 就是说你维持一个步调 怎么说 你有听过速读 有人这样翻翻翻的 你有没有听过速听 没有听过 对不对 你如果那个声音 有两倍数来播的时候 你就会听到是唐牙牙的叫声 嘀嘀嘀 你根本都听不懂 所以这是上帝给了一个很奇怪的点 这个信号 他是按部就班的这样去 事实上 你试试看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绝对比你敢进度的时候 你敢进度的时候 然后就开始跳跳跳 你的眼睛 说实在话 就东跳一下西跳一下 然后呢 听到什么你都不知道 那个 所以聆听其实有它的好处 我不是说要聆听去取代阅读 没有这个意思 但是如果你讲的是灵修 如果你要讲的是你灵的安顿 其实聆听是剩余阅读的 好 那我后来编 读金字成的时候 我的编法 那个就是 截然跟别人不同 那这是一个Excel的表 这里面隐藏的公式 你看不到 那我刚刚说 你一天读固定的章书 不科学 因为圣经有长有短 诗篇119天 若若等 那诗篇有的只有两节 你怎么可以把它等那样习惯呢 那我们有圣经 1189张 每一张几分几秒 小数点到第二位都有 然后我们这里面 就隐藏了一堆的公式 然后我们开始去排的时候 那他如果说 你知道吗 我们一天只要14分钟 我们一年就可以一变 一天只要14分钟 所以我们就设定了目标 我们就是有一个budget 然后呢 他超过的时候 我们自动就亮红色 然后如果他是合乎标准 我们就是绿色 所以就配餐 就这样子一个一个配进去 配进去马上就知道结果 配进去马上就知道结果 是这样排下来的 那我们后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说 你要有方法 要不然的话 全部都是空放 这个喊了这么多年 都是空放 全部都要靠意志力 没有错 意志力有时候是必要的 可是有时候 就像打仗的时候 那个 像美军这种 非常重视logistics 他军队打仗 当然要靠士气 但是呢 他也会考虑你最深 最很多很多的细节 包含说 你那个靴子 要怎么样配 你的那个 那个 他们这个散兵 降下来的时候 你要能够在一秒钟内 解除那个 身上的那些装具 还是两秒钟 会决定你的生死 所以这里面很多的细节 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也是要重视一点细节 所以 我们当时的选材 就是我们里面 配方默甘犬 然后配几张圣经 几张就不一定了 因为他是用时间配 然后配一首诗歌 所以每一天 他是一个完整的分量 他等于是一个一个 把你排好 每天就是一餐 一餐就二十分钟 其实后来 莫约翰牧师说 我说 其实一天十遍 就是一年三遍 一天十当 就是一年三遍 其实你每天按照三餐 就已经三遍 像我的话 我现在每天就是 自己带着我们自己做的 火水研修机 然后我每天早上运动 每天运动 每天跑三十分钟 那你跑之前 你需要暖身 跑完之后 需要缓和运动 所以这样下来 就四十分钟 所以我一天 就两个 听两个分量 晚上的时候 我就很乖 每次吃完饭的时候 就马上就去洗碗 然后一面洗碗 就是一面听 然后听完了之后 那个 不是 碗洗完了以后 那个 还在听对不对 那我就顺便把水台 全部都弄得干干净净的 所以我太太也很高兴 那我就自己也觉得 非常的满意 事实上我都完全忘掉了 所以人家说 那个 会洗碗的男人 活得比较久 这个 所以大家要努力去洗碗 好 那个 所以 重点 其实是Enjoy 真的 如果说 你不能享受神 你只把它当作一个苦差事 我们喜安堂有一个传道人 有一次就跟我讲说 他说 你们那个 活水迷修机 有一个缺点 就是我现在的话 一定要读十章 可是 你们那个好慢 我说 你在港火车吗 我说 其实你应该是 很优雅的 随着 那是邱文传道路的 你应该是随着 他的一阳顿挫 就这样子 你要像品尝食物药 这是神在对你说话 这是你的情人在对你说话 这时候 你不会约会的时候 一直看表说 我们还剩下三分钟 你不会这样做吧 那你为什么对神是这样子呢 所以我是觉得说 真的是观念 真的是观念 所以 我现在要给大家稍微体验一下 但是因为他好像不能接出来 所以我必须要靠那个麦克风去把它放大 因此可能需要有一个同工帮我一下 如果声音需要大一点 我会让大家听的是 某一天的荒漠感觉 可是我为什么要让大家听这一天 因为这一天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这一天 那天早上的时候 我坐最早班的高铁到台北去 拜访好几个牧师 我那天是一个整天的行程 那我在车上的时候 因为坐第一班的高铁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运动了 第一班的高铁是7.80几分的 没有办法运动 所以我就在车上听 我听快要完的时候 我才发现 神在对我说话 所以我又回过头来再听一次 所以我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 你可以闭着眼睛听 所以这个其实 你可以真正来享受神 看神怎么跟你说 好 有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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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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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好了嗎?好了齁?好,我們就讓大家聽聽一下吧 唉,對不起 喔,有了 我請一生愛愛你 我請一生愛愛你 如果一生不知別的 愛知基督病他定是家 我請一生愛愛你 我請一生愛愛你 我願我請一生愛愛你 我請一生愛愛你 好,時間的關係我們只聽這麼多了 因為接下來他是會重複 這裡面其實他講到的一個東西 就是當主耶穌在作息的時候 有一個女人來拿了一玉瓶的香膏 然後把那個玉瓶打碎了 然後把那個香膏抹在主耶穌的腳上 然後用他的頭髮來擦乾 好,這個時候周圍的那些其他的那些門徒 就說了一句話 他們似乎非常的有商業頭腦 他們說,何用這樣枉費呢 這些東西,這一瓶的香膏 可以賣三十兩銀子來租積窮人呢 何用這樣枉費呢 可是主耶穌講了一句話說 你們在普天下傳這福音的時候 就要述說這個女人的作為 你們在普天之下傳說這個福音的時候 就要述說這個女人所做的事情 為什麼? 因為這個福音最高的目的 就是要我們願意把我們最珍貴的東西 交在主的身上 我們願意枉費在主的身上 我們願意花盡一生來愛他 我們今天所講的東西 其實從頭開始 事實上我比較著重在那個feel 我們有頭腦 我們在主日的時候 我們有神學的根基,很好 我們需要有行動,很好 但是除此之外 我們更需要有那個熱情 我們需要有那個feel 我們真正的時候 我們願意跟神 是經常處在這樣的可以對話的狀態 我們願意把我們最好的 最寶貴的東西放在他的身上 用在他的身上 這個香膏可能是這個女人 本來為了結婚之日用的 可是呢 當他看到了主耶穌 當他認識了主耶穌 當他知道自己的最得到聖免之後 他願意把這些最好的東西 交在主耶穌的身上 所以花盡一生來愛主 事實上就是福音的目的 沒有別的了 所以我想 若是我們要花盡一生來愛主的話 我們要從一天 願意花至少二十分鐘 開始跟神談心 你要聽你的愛人 告訴你什麼 我們要真的要讓我們神的話語 不像蜜一樣 常常在我們的口中回味的 要常常在我們的心裡面的 真的 我只能說這個東西已經不能夠言傳了 他只能夠意會 所以我就非常的希望 我們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們聽到了 在家庭裡面 我們可以做的事情 其實我們真的要開始 我們真的願意 花時間在他的身上 而我們的主真的是可愛的 好我今天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 好我們真的很謝謝曾弟兄今天精彩的分享 我覺得光是他最後針對我們平常很常講的靈修 能夠講得這麼生動 我覺得真的是 讓我們重新去醒職 像我最近有時候在神學院修課很忙 包含照顧家庭很忙 有時候靈修有時候不小心 有時候會變成有點像是在趕進度一樣 但是我覺得今天就是提醒我們 其實這個是建立我們跟神的一個關係 而且是那個很約會很享受的那個關係 好所以鼓勵大家我們靈修 我們不是只是知道靈 我們要更多的去操練這個個人跟神的祭壇 那也包含第一個段落 其實在講家庭祭壇 其實家庭真的是我們每個人 最容易去實踐我們信仰的一個地方 所以鼓勵大家 我們未來還有兩次的這個 演習的一個講座 分別在11月17號跟12月9號 那在這個之前 然後鼓勵大家我們回去 我們就開始操練這個家庭祭壇 也每天的來建立個人跟祖的祭壇 那不要白白的我們來到這邊 聽到這麼寶貴的信息 那我們最後請 我們從傳道來做 為大家做一個結束的祝福禱禱 謝謝珍弟兄弟 等一下 其實我也蠻壓抑今天祂的信息裡面 那個兩次漢賢隊 就是我這兩天第二次聽到 一個Edmondson 一個是Scott 一個是英國的一個神 真的很機率 神給我們是鋼牆仁愛警守 警守其實就是律師的祭壇 所以我們需要你們的祭壇 祭壇幫助我們在很多事情上 看見神的工作 那其實我今天早上去基督之家 帶提摩泰的查經 我發現提摩泰後書裡面有一段說 這聖經是你從小就明白的 可是那種從小 我後來去看一下英文 你知道他的英文是infancy infancy是什麼 對啊 是可能還派了四字的時候 甚至他根本不懂 可是他說你從小就明白 表示他是什麼時候灌輸進去的 聽啊 所以他的信心是從他的媽媽 有年紀 他的外祖母羅椅就下去了 那個是家庭的力量下去的 這個年輕的青年門徒 青年使徒 在這麼小的時候就能把聖經 而且不斷在當中 在神話裡面 所以他在很年輕的時候 就被法國裁判去處理 哥林多的事情 哥林多的教會不好搞對吧 要怕去以赴索教會 以赴索教會 一段的事情不好處理啊 他那麼年輕怎麼處理一段 可能表示他對聖經很熟 才能夠成為寶貝的 代理人 或許能夠處理這件事情 他很年輕 所以我真的覺得在這一 今天我真的覺得 收穫很多 其實也知道說這一招 這一招 今天也是同之大遊行 是第十屆 你看 可是今天在查經的時候 又發現 其實在《西蒙海前述》一章 我們又講到 欺男生 是神學 是不對 其實真理裡面真的都有 讓我們真的是禱告 我們能夠在家庭裡面 開始看見 像我們都 帶出像提摩他這樣子的 青年的朋友 然後我們也能夠 在神的話裡面 不斷地生根建造 讓神的話 真的長在我們面前 我們一起來禱告 主要在你面前 向你現場感謝 謝謝你 讓我們今天下午能夠 飽飽地迎聽到神 你要我們的生命當中 能夠領受的這些信心 主我們謝謝你 你為我們人類的好處 你預備了家庭 讓我們每一個人 可以在家庭裡面 接受照顧 接受扶養 主但是我們也想你承認 很多時候我們在家庭的當中 我們失落了那個信仰的傳承 也就是我們此次 如同一般的生活一樣 我們只是照管 我們甚至不管 我們甚至不知道怎樣 在家庭當中 把神你的心理 放到我們的下一代裡面 主我們真的在你面前祷告 求你讓我們有一個活熱的心 我們再次的拿回這個權力 也是我們的職責 是我們要能夠在當中 來照管神你的產業 就是神你所教父給我們的 是神你的產業 而我們有責任 在他們小的時候 就讓他們認識神你的道路 認識神你的話語 在家庭的祭壇當中 看見神你做功在家庭的裡面 主我們真的祷告 讓我們以後更深的看見 神你的心意是一男一女的家庭 而不是任何偏行幾义 認為神你造我就是那個樣子 神你造的是一男一女 主我們真的祷告 讓我們在家庭裡面 看見重要的 重要性 在家庭當中 主要你來恢復這個祭壇 主我們也祷告 主讓我們更深的 在你的話語上面 生根建造 把你的話藏在我們的內心裡面 主讓我們真的是每天 把你的話語當作我們的食物 能夠吃到我們的生命裡面 成為我們靈裡面的食物 也就是我們靈裡的人 我們可以成長 可以剛強 可以強壯 主讓我們能夠在 不得食不得食的時候 我們仍然願意堅守 我們跟你的約會 讓我們在當中 享受這個美好的情侶 主我們真的在你面前仰望你 願神尼封存這些美好的收穫 還有這種感動在我們裡面 不讓二者來偷竊 以至於我們能夠落實 在我們的生命 還有家庭的當中 願神居師恩祝福 也祝福真弟兄 紀念他的擺上 也祝福在方舟協會當中 一切的服飾 願神會堅固他們手所熱衷 讓他們所傳遺的信息 能夠帶來更大的影響力 在這個世代裡面 主我們向你獻上的祷告 奉耶穌基督名 Amen Amen 謝謝 那我最後補充報告一下 大家大概也都看到 其實我們三次的講座 如果你都來 如果全集 就讓我們很謝謝 就是家庭方舟協會 還有進取文化 他們會贈送我們那個方舟禮券 所以如果我們買他們的產品 可以有一些折扣 所以那這些產品 都是幫助我們更多的去建議 個人集團跟家庭集團 所以鼓勵大家繼續參加 也邀請還沒有來的人 我們可以多多邀請朋友來參加下次的講座 好那我們今天聚會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